那最近還有一則跟PS5相關的新聞 也是蠻紅的 就是你的主機到底要直放還是橫放 國外有一名維修工程師 他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 大家好 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們的電玩杯下款第六期 各位千年快樂 這次最大的東基特賣已經過去了 大家是不是正在玩這裡想玩的老遊戲 我跟大家不一樣 很想要搭時光機回去 因為在東特的最後一天 認真的再開一遍有沒有沒買到的遊戲 把他們通通都放在購物欄裡面 準備開刷 結果落賽 當時卡片有一場被倒刷良筆了 馬上跟信用卡那一端取消卡片 跟他講說這不是我刷的 就沒想到就這樣忙著忙著 完全忘記要把遊戲給結帳 一堆遊戲在裡面跟我乾瞪眼 唉感覺也是沒辦法了 只能等下一個特賣會了 因為每逢東特道就是遊戲淡季的時節 一般來說大家都在打老遊戲 也沒有新遊戲的推出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就來推薦大家幾款免費的遊戲 遊戲算是新品推出 那可能只有續張或試玩 那遊戲是你有會員就可以玩了 畢竟東特一過一定是比較貴 對大家來說也是不太划算 所以就直接開始這次的節目內容 首先我們先來看 這個月初PS Plus 帶給我們的三款會員級遊戲 只要你是有會員的朋友 在1月3號到2月6號 都可以把它給領回家 這種是有領之後 並且是會員的話 就不用怕過期唷 第一款是新地大戰絕地 組織殞落 看到這款我要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上次PS特價就有推薦組織殞落 我也是沒什麼想到 索尼會有這麼佛的一天 竟然1月就送這款遊戲 各位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組織殞落會在今年推出新作 它主打是第三人車的動作冒險 本身會更接近淚魂的玩法 必須要運用你的元力 也就是技能 還有格檔、攻擊、閃避 等各種偏動作取向去應對 我們在遊戲裡面 是扮演一名倖存者 因為你的國家被帝國給毀了 所以就只能在據點裡面 做一些簡單的維修工作 賺點錢來養活自己 當時玩到這款遊戲 我個人是覺得它有異常的魔力 因為起初我是完全不懂 Star Wars的劇情 就也是還好這款 跟整個世界觀有關聯 但是關聯也沒有到很大 所以我覺得你是不想要補 這個系列的龐大世界觀 本身就是喜歡動作取向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HOSNA 逸城餘生76 你有沒有想過在一塊廢土上面 過得撿垃圾的生活 有沒有想過地球上總有一天會核爆 逸城餘生76的構建基礎 就是在核戰爭爆發過後的世界展開 我們是第一批從避難所出來的人類 必須要在一片廢土下面撿垃圾生活 然後最後製造出各式各樣不同的武器 不過要講到這款遊戲 會讓我想到它以前的黑歷史 早期76發售之前是跟 電運盤跟2077還有No Man Sky有一樣的狀況 鮮化大餅後炸裂的問題 當時在2018年的E3展可以說是有超多超強的大作來襲 欲必公布全境封鎖2 任天堂丟出他們的大亂鬥 Bacesta則是公布很久沒新作的一城餘生系列作 復標76的全新遊戲 那大家也都知道發表會一般來說都會講的比較美一點嘛 講到可以跟朋友一起探索 沒有NPC在整個領土上面 也因為IP很熱門 所以當時有很多玩家都超期待遊戲的推出 那直到2018年11月遊戲上線就先落賽 跑出一狗票的BUG 地圖還會無緣無故消失 人物也會無緣無故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更別題還有閃退等問題 這個狀況是維持長達一年 他們推出了全新的吃雞模式 再將依據玩家的反饋去做很多的調整 例如終於可以在城裡見到NPC了 BUG也比以前還要少很多 優化也跟著強化不少 不過老實說我覺得就起這款遊戲 Bacesta確實是有很大的功勞沒有錯 因為沒有他們BUG、優化、更新 這些都不會得到改善 那這是一定的 但這種AORBG最大的功勞 還是玩家自己本身 才會是遊戲活起來的那根救命草 因為這款遊戲其實存在PVP跟PVE的玩法 那一些喜歡藝成餘生遊戲的玩家 常常會在新玩家加入的時候 開放很多加成BUFF的飯盒給大家 或是提供很多物資給新來的廢土人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會讓新玩家 有想要留下繼續玩的念頭 而不是一上線就是個死神 連個毛都沒有 那要玩什麼 所以如果你是有玩76 有朋友一起撿垃圾會很有趣 自己玩的話也可以 先按單機試試看 反正現在有訂閱就不用錢 不拿就擺不拿 公理邊緣2 這是一款以類銀河惡魔城主打的動作冒險 這張平台跳躍的遊戲 作者在製作遊戲就有提到 他先前很喜歡密特羅德 所以一直想要做出一款橫向玩法的遊戲 遊戲裡面我們是一個億萬富翁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我們的女兒因為不明的意外失蹤了 根據線索我們就要搭乘自己的私人飛機到南極 來個巡女旅程 不過雖然是以崇拜密特羅德做出來的遊戲 但是這款還是要走出自己的一套方程式喔 例如你可以利用某種能力穿梭到另外一個維度世界 一穿梭可能到了中世紀 然後一穿梭可能到了高科技年代 看起來似乎豐富程度會很夠 但是也有玩家覺得戰鬥打起來很不爽 地圖拋起來也沒有到很順暢 讓很多人玩到最後都覺得遊戲本體不是這麼好玩 那講完這次的PS Plus 遊戲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Steam 這陣子 有什麼不錯的免費遊戲可以玩 提起探險社 它是去年12月初上架的遊戲 你是一個探險社的社員 探險嘛 所以街道的委託都比較需要膽量一點 比如說委託會叫你去看鬼物啊 要不然就是有個地方有超自然的現象 看看有沒有好兄弟啊 模型啊 看得出來大多數都是調查聯誼的事件 不過因為畫風跟CG都是走比較可愛 加上有時候還會有點露感的風格 所以很多人也是覺得不會到很可怕啦 委託也就是有太多感覺不知道對話是怎麼樣設計 然後硬塞一些自嘲的梗在裡面 讓遊戲主體玩起來沒什麼新鮮感 而且還會覺得對話有點乾 但畢竟是免費的嘛 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評價有1000多的壓倒性好評 有喜歡的話可以下載來玩玩看 瘋狂寵物秀 這款也是前幾天我有介紹的一款新作 它最主要就是一個爽 可以拿各式各樣不同的槍枝 射爆給你在同一個場上的動物 很紓壓以外還附帶露哥的要素 打一場戰鬥之前可以透過分支系統 來選擇你想要走的路線 藉著強化你自己身上的槍枝或是體能狀態 最後你就可以因為選擇強化到最後 還有自己的槍枝搭配 打出各式各樣不同的流派出來 那我個人是覺得有到便宜 但還沒有到大碗的程度 目前這款遊戲有試玩版給你打續張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喜歡再買下去就沒問題啦 大家看到這邊影片是還沒有結束 但是很感謝各位這次的支持 喜歡的幫我點個讚 訂閱下去 也為了回饋給各位看影片的福利 我這邊會自費一套腰包 每週會贈送一張PS Plus 升級會員的月卡 讓你一個月爽玩裡面的遊戲 抽送的方式也很簡單 只要針對今天的影片 留下你的想法 看你要補充這個禮拜想推薦的遊戲 還是待會我講的遊戲新聞 有什麼樣的心得 即便你今天是找個人聊天 常在互動的 這些都會是可以為自己加分的地方 我會用人工審核的方式 抽送一名觀眾 屆時會公告在這部影片的置頂 每個人都有機會 每週都有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看到底這週 有什麼樣有趣的新聞可以看 不知道上個禮拜 各位有沒有收到消息 SIE總裁兼執行長吉姆萊恩 最近是很常出現在大家的螢幕面前後 在2023年的CES消費電子展 索尼他們有表示PS5主機 賣了兩年大約兩個月左右 已經有3000萬台出去了 不過只要你是有留意PS5這個市場 多少都會知道這些機台占比會是歐美居多 是一直到這一陣子 吉姆萊恩才宣布要把PS5的市場 開始轉到亞洲來賣 那我知道大家聽到這個消息 應該也是聽爛了吧 每次有什麼好消息 結果都撲空 我自己是實際清澈到我家附近的 中華路上面的三井三溪的內力店 還有環中多路的內力酒精本 一台有七台現貨 然後一台是四台還是五台左右 不過這次的銷售戰是光碟版 而且是戰神的銅滾機 主機跟光碟都是原價 所以應該是不會雷到哪裡去啦 當然也不只只有內力 前幾天倪維亞粉絲團貼入這張照片 也是有不少朋友提到 綜合環球的休閒館 還有品頌大亂發 也是有賣戰神銅滾機 不過這其實就很看地區 雖然我自己看了幾家是沒什麼問題 但網路上似乎還是有一些無良店家想框一筆 這部分各位只能自己保護自己了 去附近電玩店問一問 看一看有什麼現貨可以買 當然我知道大多數的玩家 可能都因為等待而沖淡買主機的熱情 或是PS平台基本上 也沒什麼獨佔遊戲了 何必要買 我也是同意大家的看法 買賣東西本來就是依照自己的想法 還要看未來遊戲有沒有喜歡 才會想買嗎 而且現在大多數的遊戲 也會限時獨佔一年左右 你是可以等的人遊戲也很多 不急那就先玩別的就好了 那我呢 我比較猴急一點 跟你們相反 只要遇到自己想玩的 就是一刻也不能等 他只要是可以在凌晨開放遊玩 我基本上就是一定會是那時候開幹 所以全看你自己的喜好來決定 然後在科技進步的年代 除了我們這些一般玩家 會想要在遊戲裡面大展身手 在魂系遊戲裡面大殺四方 在香香遊戲裡面飽滿眼福 在恐怖遊戲裡面嚇破我的蛋 對我們這些一般玩家來說 這些都算是很正常也可以的現象 不過其實也是有很多的長戰人士 想要好好享受每一款遊戲 畢竟在大概三年前就一定有做過調查 全球的殘障人士的人數 已經超過了10億喔 你說他們都不太有打遊戲的需求嗎 我覺得應該是不可能 所以其實不管是哪一家遊戲主力公司 都會希望可以為他們出一份力 比如說大概三年前Xbox就有請產商人士提供給他們想法 好了內部可以製作符合相對應需求的主機 可是其實對於手把這件事情 市面上也是有廠商會願意做客製化的服務喔 但因為每個人症狀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是左手還可以 但右手不行 那就可以針對右邊的蘑菇頭去設計 那可能你只能用拍打的方式 或許只能用腳踩踏 可是這樣做實在是太昂貴了 對於一家廠商或是消費者 其實都是很吃不消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次在消費電子展上面 索尼他們也是特別展示出一套無障礙手把 我第一眼看到真的是很有黑科技的感覺 感覺很像是我們在玩蜘蛛人派出的蜘蛛科技 那這樣講的並不是出自於不禮貌 我只是覺得索尼這樣的設計很有想法 在外觀也是簡潔有利 那這套無障礙手把的專案名稱叫做Project Leonardo 最大的功能是它增加的搖桿 並且可以在各個按鍵做自定義 對手部的身心障礙者就會有很高的輔助 然後一套手把你可以組成三個配置 今天你可能想要玩多多冒險 明天可能想要玩策略模擬 這些都可以依據自己的遊戲來去改變 那我是覺得這項發明超有意義 我就曾經有過兩手不能用的時候 國中不會騎車硬要騎我媽的車 結果不會轉彎一個緊張 直接撞上人家的車子 左邊的肩膀就大拖就 右邊骨頭直接斷一顆上去 最後就變成兩隻手十字的樣子 只能拿著遙控器的冷身 那一段時光我是完全能夠體會到 什麼叫做產障人士 不過其實對於這個群體 在生活上面可能會比較照顧到 在遊戲的部分 這隻索尼我覺得做得很好 雖然東西還沒有出來 但是有這個心 我自己是覺得很開心 感覺也讓遊戲這兩個字 變得比以前還要更有意義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同樣想打遊戲 但因為身體障礙無法享受了 到時候產品出了也可以分享給他們試試看 那最近還有一則跟PS5相關的新聞 也是蠻紅的 就是你的主機到底要直放還是橫放 國外有一名維修工程師 他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三個月前 發出一部影片表示 PS5主機內部會使用液態金屬來加速散熱 因為這是索尼早期他們公開的專利 不過他表示液態金屬會有腐蝕的問題 如果放了太久的話 可能會把隔離層破壞的風險 過了一段時間或許就會開始從洞洞滴出來 影響主體板附近的電子元件 或是讓你的主機產生其他的問題 所以他建議大家 如果你本來就是直立 換成橫放會比較好 當然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幾乎是全球有PS5的玩家 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觀眾朋友覺得 液態金屬在PC用就沒事 但跑到PS5卻變成有問題的做法 甚至也有人覺得 如果地心引力這麼強 可以把液態金屬吸下去的話 那是不是大家都不用長高了 當然也有人覺得 主機怎麼放都沒差吧 自己放了兩年 還是頭好壯壯啊 相反的又覺得不爽的 都放了兩年了 超過保固了 怎麼才發現有這種問題 但現在看到很多媒體 都用這個當標題 我後來也是想了一下 PS5到底製程有這麼糟糕嗎 就我自己的印象 我記得當初PS5剛公佈的時候 就有提到他們的液態金屬 是拿來幫助散熱使用 因為它比市面上的散熱膏 效能還要更好 只是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會有腐蝕性的問題 所以為了不讓液態金屬流出來 會在周圍使用紫外線固化樹脂 來拔給蜜蜂 確保不會再運作 液態金屬在溫度高的狀態之下 從膏狀變成液態流出 總結下來 我覺得這就跟女性朋友去買衛生棉一樣 買到不適合的品牌還是照用 那就是不管是站著還是躺著 都會側漏 那機台也是一樣啊 今天這個製程如果有問題 不管是單一個案還是群體 都還是會側漏吧 那你說會不會加長壽命呢 我是不知道啦 我只覺得每個人空間都不一樣 你因為這則新聞搞到要騰出一個地方出來 感覺也是蠻累的 我自己家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樣 我是沒有地方可以只放 以前還可以放在地上 沒有時間可以伸桌子給他 我岳父看到我一直擺在地上 才買一張桌子給我放 要不然我的PS5可能壞得比你們還要快 OK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每逢遊戲淡季不知道大家都在做什麼 我這幾天是遇到一個困擾有點涉及騷擾的事情 我們住的社區也住了好幾年過去了 大尼最近才跟我說 他每次出去如果遇到一個男的 會一直狂看他 我想說真的假的 保持很懷疑的態度看著他 沒有那麼騷啦 這太變態了 就是純狂看的那一種 直到有一次到垃圾的時候 真的遇到那個人了 大尼暗示我說 救他救他 沒有假耶 我在旁邊那個人也是狂看 我就不懂他在看什麼意思 路過他的旁邊我已經是這個臉囉 他還在看 後來這件事情過了幾天之後 我其實也是很苦惱到底要怎麼辦 一方面大家住在同一個社區 這樣撕破臉好像不是很好 一方面又怕大尼覺得不是很舒服 那大家有沒有遇過相似的問題 都可以留言跟我或是大家聊聊天 感謝你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或許你身邊的朋友也是想要知道 這週有什麼免費遊戲好玩 都可以跟他講一聲喔 What's Guy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